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蜗牛看西游第473期 牵着蜗牛散步遗在西游世界里 妖怪一般的分两类 一类是有背景的妖怪 他们广马在关键时刻被领导收走了 一类是没有背景的妖怪 他们往往被孙悟空或猪八戒打死了 但唯有一个妖怪既没有背景 也没有被打死 而是逃跑后不知所踪 他是谁 为何孙悟空会放他一马 一再援助第六十二回 唐僧一行来到济赛坡 却遇到几个和尚正在做鼓励 而且不久之后就要被杀头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金光寺的宝舍令 在一场血雨之后被盗 皇帝怀疑是和尚们搞的鬼 要求他们找回来 找不回来就要被杀头 已经杀掉两批和尚了 同为沙门中人 唐僧自然十分同情和尚们的遭遇 晚上坚持与悟空去扫塔 却在塔顶遇到两个妖怪 奔波而霸和霸波而奔 名字很暴口 不过招供倒挺爽快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他们 公主是碧波坛老龙王和女婿九头虫所为 万圣公主还从天上芒母出 到了灵芝草来供养着 孙悟空让猪八戒前往地波坛里寻宝 与九头虫遭遇 孙悟空与他大战了三十余河 不分胜负 这龙王女婿有多厉害 九个头颅十八只眼 前前后后放好光 翅膀一斩 有战耳规模 两只脚牵力如钩 发起声远阵天涯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猪八戒见后心惊 哥 我自为人 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 是肾血气生此秦朔也 孙悟空也说 真个寒有 真个寒有 等我赶上打去 两人又开打 不料此怪从半腰伸出一个头来 张开血盆大口 一下咬住八戒 捉下碧波坛 孙悟空急 变成一螃蟹下水 才终于就猪猪八戒 二两人正在商议如何战胜此怪 突见天上狂风滚滚 惨物音音 原来是二郎神带着司机 秘书打猎归来 孙悟空不好意思见他 叫八戒前去通报 然后几人做 都吃了一顿火锅 商务一起捉此怪 八戒前下水打死了龙孙 那九头怪追着屁股跳出水盘 献出本将女尊猪恶斗 二郎神一看 立即晚宫开手 那怪鸡杀翅 掠到边前 要咬二郎 结果被二郎的笑天犬窜上去 汪的一口 把一个头血淋淋地咬了下来 那怪腹痛逃生 尽头北海而去 八戒要追赶 孙悟空扯住他说 且莫赶他 正是穷寇物追 他被戏犬摇了头 必定是多此少生 等我变作他的模样 你分开水路 赶我进去 寻那公主 炸他宝贝来以 二郎神与其他兄弟说 不敢的 倒也罢了 只是以这种类在世 必为后人之害 正因为孙悟空的阻拦 九头虫成为 唯一跑掉了的 没有背景的妖怪 三敲小黑板了 孙悟空为何扯住猪八戒 不让追赶呢 连二郎神也看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穷寇不追 必成遗害 那么 他逃到哪里去了 最终成为遗害了吗 原著中 有一句话 至今有个九头虫滴血 是一种瘾 我们要弄清孙悟空为何要放他一马 先弄清这九头虫 究竟是什么来历 据说 九头虫实际是传说中的九凤神鸟鬼舍 别名九头鸟 四尺 四鸭 大者以广丈许 白天看不见东西 晚上就厉害得很 与到有晦气的东西的照 就飞鸣而过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这样的东西成腰 难怪孙悟空和猪八戒 都吃惊从未见过 这九头虫被笑天犬咬掉一个脑袋后 据说经常滴血 血滴到哪家 哪家就要倒霉 孙悟空为何不成圣椎计 彻底为后人解决后患呢 他的解释是九头虫被摇了一个头 必定多死少生 我们先找宝贝要紧 他这个回答 与以前做事风格很不相符 首先 多死少生 不代表不省 九头虫有个脑袋 咬掉一个 最多有个疤 死掉的可能性很小 其次 孙悟空对妖怪的原则是赶尽杀绝 当然 有背景的妖怪他也没办法 第三 这个时候老龙王被打死了 九头虫跑了 只剩下一个万圣公主 根本没啥本事 最后被猪八戒一耙就住到了 早一点迟一点去找宝贝 也没啥关系 实在不行 也可穿着裤子打屁 兵分两路 一路由孙悟空带队去找宝贝 一路请二郎神带队去捉九头虫 同样不误事 此时际上 孙悟空放走九头虫只有一个原因 他是牛魔王最好的朋友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 描述大家还记得三吊八交善吗 当时老牛与他恶斗 突然山下有人喊牛爷爷 车来了 酒席就要开始了 于是 牛魔王就架住了孙悟空的棍子说 猴子 改天再战 然后便回家换了西装 开着砖车 跟着这工作人员去了 当时请客的 就是劳龙王和这九头虫 火焰山一战 牛魔王损失最惨 大老婆成一姑子 二老婆被打死了 八交善被夺了 他也被蛾扎牵着鼻子 拉到西天如来处服刑 之前 儿子红孩 还被观音拉到南海做人质 好好的一个家就此四分五裂 这次见到二郎神 孙悟空肯定想起了当年花火山羽之恶斗 最终自己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的经历 二郎神还一把火烧了他的花火山 烧死了不少猴的猴孙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由二郎神想到自己 由自己想到牛魔王 孙悟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 心一软 便放了九头虫一条生路 古中国是人情社会 历朝历代虽然都强调 法大于天 但往往行大于法 除了法治有不完善的地方 但法治的修订 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外 更重要的是执法人员不秉公执法 严重影响了法治的公正性 更可怕的是 制定法治的人 往往带头违法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社教百姓如何服气 比如在西游世界里 乌鸡国国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把文书进在河里三天三夜 结果如来就盼他为剥夺皇位和生命三年 奉先俊太守不小心推倒了玉帝的供着 玉帝就宣布三年不给当地下雨 结果干死了不少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与之相反的是 如来就就大鹏吃掉了一座城池的居民 文书做齐天天吃人肉叉烧包 天上那么多领导身边人下凡作怪 结果统统污最释放 处理最重的葵木郎 仅仅给老君烧了一天锅炉 就官复原职的 这样的结局 别说老百姓有意见 就是孙悟空也是极不服气的 极不服气的结果 就是你们不遵守大法 我们就不遵守小法 儿子违法叫老子去代以灭亲 凭什么 谁给我养老送中 我履行了法律的义务 谁给我生存的权利 办起也必须遵纪守法 我是遵纪守法的 可执法的人不守法 越老是办事 越办不好事 政府准备搬迁了 赶紧连夜盖房 工价表便宜 不占白不占 也不知开发商赚了多少钱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闯红灯始终履禁不止 为什么好多企业都有原罪 为什么办公室也得找私人 为什么贪官越杀越多 要让孙悟空不放走九头虫容易 首先各路神仙 先得先把自己做棋交给司法处 怕就怕 做棋下届胡搞 就是神仙故意放下去的 哦 你说这里ca Jesus